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新领导师卢军红台长 二十年来无私望我 致力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促进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卢台长以居士之身 妙法应激点化因缘 以慈悲之怀 心包太虚 普度有缘 白化佛法 启迪智慧人生 和平之光 普照大千世界 心灵法门是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离苦得乐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军红台长也被誉为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浪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近年来 在世界各地 卢台长为救赌众生与世界和平的努力和贡献 广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赞誉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歇纳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教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近年来 新灵法门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广丽众生 卢军红台长也多次赴马来西亚弘法度众 今天 在新年来临之际 卢军红台长再次来到马来西亚这方佛家宝地 与佛缘深厚的大马众生 广结善缘 共沾法喜 共慕佛光 感恩 南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 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博友敬献的鲜花 咱们幻化一发 观世音菩萨 咱们幻化一发 观世音菩萨 咱们幻化一发 观世音菩萨 南无关系云屋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光普照慧命在 烦恼人生知悲哀 一朝觉醒悟性开 莲花朵朵人间灾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 义工们感恩你们 殊胜因缘能够在马来西亚和大家 共沾法衣 共续佛情 在慈悲的佛光下 修心修行 我们将人间作为净土 将人心作为菩提般若 这样我们才能人间变成极乐 将人心换佛心 所以众志成成 一定会将人间变成极乐家园 普度更多有缘众生 现在人的压力和恐惧 让我们活着不安宁当中 全世界每天因车祸 生病 忧郁症 自杀 各种疾病 包括地震 水灾 战争 及各种天灾 人祸 据统计 每一天有十六万人死亡 十六万人 所以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家庭呢 我们连自身的健康都保护不了 我们怎能在人间感到幸福呢 所以每天能够平安就是福 家中不出事就是乐 所以要知足常乐呀 很多人每天都是为一些人间的烦恼 在难受 学会知足要懂得放下 快乐就是在于你的感觉 如果你在人间感觉到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够了 可以了 实际上你就开始拥有了悟性 很多人的眼睛 很多人的眼睛看不见 很多人是残废 很多人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 很多人活着觉得没意思 想自杀 我们学博人 我们学博人因为懂得了知足 我们还能平安的活着 我们过着身体健康 不痛的生活 没有烦恼 这就是幸福 希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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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 战胜自己心灵的烦恼和病魔 这样才能过着我们人间的菩萨 照着我们佛光的那些日子啊 人间一无所得的人生 迎接的那是人间最后的悲伤 学会想得通 习惯想得通 把人间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事情 都看成是正常的 要懂得 习惯于失去 也要习惯于得到 这样你才会心安理得呀 欧洲有位医学家曾经说过 人每天都在追求自己成百万富翁 要名要利 他说 据医学界所说 换一个眼睛 在欧洲是十五万 换一个肾脏是二十万 换一个肝脏是四十万 换一个心脏那是五十万 今天我们身体健康 无病无灾 我们不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吗 人要学会放下 要懂得满足啊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心态 多少人活在不满足当中 带来的就是痛苦 我们人因为 一直在追逐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才会如此的痛苦 我们非常辛苦的去追求 经常因为追求迷失了自己 我们还会殃及无辜 就犹如现在的人 追求着抽烟和喝酒 不单自己伤肺 还要伤肝 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家人和孩子的健康 所以放下那是最重要的 拥有智慧靠的是你的慈悲心 有两个秀才 他们一起去赶考 路上他们碰到了 两个人正好碰到了一支伤葬的殡葬队伍 就是死人的队伍 这个时候看到那个黑乎乎的棺材 一个秀才心里咯噔一下 凉了半截心想完了 今天去赶考 活见鬼了 如果赶考碰到这样倒霉的棺材 一定会非常的倒霉 所以他的心情一落千丈 走进考场 那个黑乎乎的棺材在他的脑子里一直是挥之不去 考试的时候 闻思枯竭 最后果然名落孙山 另一个秀才也同时看到了那个黑乎乎的棺材 一开始心里也咯噔一下 但转念一想 棺材 棺材 又有棺 又有财啊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看来他今天要红韵当头了 一定会中榜 于是心里十分的兴奋 情绪十分的高涨 走进考场 闻思如泉涌 果然一举高中 回到家里 两个人都对家里说 棺材真的好灵验啊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些人因为一次的挫折 而一蹶不正 有的人因为一次的成功 而成就一番事业 有的人因为对人间的烦恼 而心生恐惧 而有的人是因为挑战自我 使自己成为一个人间的圣人 所以学博做人 要勇于改正缺点 那才是真正的舍得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人间的一切 要看穿看破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也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但是只有一种消极 当你看法错误 你会为自己的一生承担最后的结果 有的人就是对自己太太或者对先生 因为看法错误 因为看法错误最后种下了离婚的果报 希望学博人一定要精进 要有智慧 我们不重恶因 重善因 我们对人间的一切看破放下 我们真正的能够站起来的 不是我们的身体 而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在人间 我们要舍去无必要的执着 舍去自己对人间无数次的追求 你会觉得人活得会很轻松 想一想 当一个人无尽的追求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累 所以要放弃沉重的欲望 放下过度的需求 那就是开悟 那就是解脱呀 学佛人如果想在智慧上 变得越来越圆满的话 首先台长告诉你们 要有好的心态 心态是决定你一生幸福和不幸福的根基 因为心态 因为心态决定人的命运 所以人的心态如果管控不好 你会生气 你会生气 台长告诉大家 小小的生气是脾气 生大气 内心会伤你的气 经常生气 经常生气 会断气 会断气 生气 完全能够控制他的 有一个人在公园里放风筝 他累了 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条桌上 他把那个风筝放在边上 突然有一个人 冲着他就坐下来了 一坐坐下来之后 把他的风筝做坏了 他刚刚想发脾气 一看是一个盲人 所以他马上就把他的脾气 椰置和压置住了 这个就是告诉你们 实际上人对发脾气 对别人的一种态度 是完全能够控制的 是一种对外境的认知 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 你可能就不会发脾气 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是错误的 你才会发脾气 生气 记住了 那是一种无知 生气 无济于事 你又奈何不了它 才会生气 对于事件 悟性太少 没有智慧 你放不下得失的人 才会生气 台长 要我们所有的学博人 不要生气 因为气出病来 无人替 我们要用人间菩萨 给我们唯一的一个本钱 那就是我们的身体 好好地度人 好好地救人 为什么还要来伤害自己的身体 没有必要的事情不要去做 所以学博人不生气 因为我们有智慧 大和尚和一个小和尚 两个人接班到正下去 买很多必须要的粮食 到正上的路有两条 一条是远路 一条是近路 需要绕过一座大山 躺过一条小溪 来回是一天的路程 那是一条大路 但是一条小路 只需沿山下得来 再过一条大河就可以了 不过大和尚只有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木桥 谁都不知道哪一天 他会桥段人亡 大和尚和小和尚 两个人自然想走近路 他们轻松地下山 正准备过桥 突然细心的大和尚 看见木桥墩上 有很多的裂痕 他赶紧拉住 抬头一路走的小和尚 说慢一点 师弟 这桥我们恐怕没法过了 今天我们要走回头路 绕过去 小和尚经大和尚的提醒 也看到了断裂 但他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 他说我们已经走到这儿 难道我们还回头吗 过了桥可就是正上 大和尚知道 小和尚性格倔强 并不再讲话 抢到前面 抱起一块大石头 扔过去 砰的一下 腐朽老化的桥 咚 应声而入 落入了万丈悬崖的河流当中 在回庙的路上 小和尚感激 又疑惑的对大和尚说 师父啊 师兄啊 刚才幸亏你投石问路 要不然我们可要葬生于父了 大和尚无不感叹的说了一句话 只要懂得放弃 其实回头并不难啊 我们在人间就是不舍得放弃 人生为了住房 为了自己住一个好房子 而贷款一辈子 为了这个贷款 做牛做马 最后成为了房奴 为了一个感情 我们人共苦的要死要活 为了感情 很多人自杀了 为了一个面子 我们不惜伤害自己 又伤害别人的感情啊 为了一个我们短暂的人生 我们付出了一辈子的生命啊 要放弃欲望 看到希望 懂得放弃 那是有般若智慧 从年轻的时候 我们拼命要的东西 现在在哪里 我们年轻时候 也曾经放弃过 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现在想一想 那些我们舍弃的 名和利 现在又在哪里呢 学佛人 一切随缘 只有放下我心 才能得知他心 只有放下心中的烦恼 心中才会拥有幸福 有智慧的人是放下 放下是舍 有舍才能得 舍得就是一种因缘 拥有痛苦的人 是因为他们不舍得 所以他们离幸福越来越远 而我们懂得舍的人 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啊 人活在世界上 一定要有妙法 很多事情 你顺着不一定做得成 但是你用妙法就能解决 有一位退休的老人家 他回到了一个小城镇 买了一座小的小房子 住下来 想在那里安静地度一个晚年 写一点回忆录 开始的几个星期 一切都好 但是有一天 有三个男孩子 放学就开始到这里玩了 他知道这几个孩子特别的调皮 他们把他家门口的垃圾桶当足球 每天精灵光亮的踢来踢去 玩得非常的开心 老人家受不起那么多的噪音 于是出来跟他们谈判 你们想想 这老人家怎么跟他们讲的 他说 孩子们啊 我很喜欢你们踢完桶 这个比足球还要好玩 如果你们每天来玩 我非常开心 我每天给你们每人一块钱 三个小青年 非常的开心 更加迈进的 拼铃铛铃的 在练的脚下的功夫 过了三天 老人忧愁地跟小朋友说 孩子们啊 孩子们啊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使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 明天起 我只给你们五毛钱 小青年 很是不开心 但是还是答应了 每天放学 继继续在他的门口 进行踢筒表演 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老人家 愁眉苦脸地说 孩子们啊 最近我没有收到养老金 汇款 对不起 每天只能给你们两毛钱了 两毛钱 几个小孩子 脸色发青 马上说 我们才不会为了区区的两毛钱 而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呢 为你进行表演呢 我们不干了 从此以后 老人家又过上了安静的日子 学博人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 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 老人回到老家想写一些回忆录 结果被孩子调皮的声音 搞乱了安静的生活 所以老人家利用涅反心理 巧妙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有一位佛友 他的先生不信佛 他也不相信心灵法门 这个佛友每天将白化佛法看得很认真 有意地做个记号 出去买菜 看看他先生看不看 先生爱面子 一看见太太不在 就把白化佛法开始翻 翻完了又放回去 他太太一看记号动过了 所以回家做菜的时候 有意地把这种台长说的白化佛法的 收音机和录音就开得很响 让他先生也看也听 几个星期之后 他的先生突然之间对他态度好起来了 居然在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的先生开始念经了 这就是妙法呀 观世音菩萨显化三十二画身 来救度众生 我们要学观世音菩萨 慈悲度人 想救人是善人 再救人是圣人 以救人是菩萨 广结善缘 广度有缘 视为佛呀 台长经常在广播当中 当场回答大家的问题 台长看出听众的太太 身体不好 失眠掉头发 人很瘦 胃口不好 内分泌失调 台长还提醒他太太 肚子里长了东西 要他吃全素 接着台长还看出 他本人肾脏不好 腰受过伤 关节不好 眼睛干 喉咙经常咳嗽 颈椎不好 我把这段录音给大家听一下 谢谢 喂 您好 您好 陆太长 您好 由陆太长帮我看头疼 75年属兔的米的 我的太太 女太太 她身体很不好 对对对 我告诉你 她的大肠这个地方 肠子 胃 还有肾脏 都有问题 对对对 她经常生病 体质很不好 失眠晚上觉着睡得不好 对对对对 还有我告诉你 她也掉头发 人比较瘦 对对对 吃东西胃口不好 内分泌失调 对对 胃不好 内分泌失调 我告诉你 你要特别当心啊 她肚子里有东西啊 有长东西啊 叫她要吃全素啦 好好好 还有 台长可以帮我看 我自己本人嘛 七四年舒服的 啊 你的肾脏很不好 腰啊 腰啊很不好 对对对 我告诉你 你的腰啊 还受过硬伤 受过伤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你的关节 现在有问题 对对 经常痛 对 你要当心 还有你要注意 你的眼睛很干 对对对对 喉咙经常有咳嗽的感觉 对对对对 颈椎也不太好 对 你自己要多念心经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对对对 我们学佛做人 要生活佛法化 每一天做事都要想一想 我是不是像菩萨一样 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现代社会度人要用妙法 做人要用佛法 做人成功就是人成 即佛成啊 台长告诉大家 人处事有十条秘诀 让你们学会这十条 懂得怎么样在人间畅通无阻 能够让自己成为人间的首戒菩萨 第一 实干但不蛮干 就是精进的做人做事 第二 果断但不独断 智慧的处理问题 第三 大胆但不大意 就是叫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要很仔细 要一门精进 理智但不弱智 就是谨慎的做事情 不要变得非常的愚痴 感言但是不妄言 就是守住你的口语 要说正语 第六 信心但不贪心 就是没有欲望 但是要看到希望 第七 是个性但不任性 努力的个性 要去除我值我贪 第八 理想但不空想 很多人有理想 但是都是空想 我们要不空想 就是要有愿力 但要实实在在的去努力 第九 懂得谦让 但不迁就 就是有慈悲心 但要打掉自己心中的魔心 第十 人要学会顽强 但不要顽固 就是不功高我慢 我们但心要坚强 这是台长送给你们的处事秘籍 唐太宗实在 有一个负责运粮的官员 他因为在运粮船的当中 突然之间遭遇了狂风暴雨 这个船左右摇晃 他怎么样安排都没有制止翻船 最后导致粮船沉没了 到了年终考核的时候 那么朝廷里考公园叫外郎 就是他这个职位 叫姓卢的叫卢成庆 他奉命给下级官员平定等级 平定等级 事关每位官员的前途和升迁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运粮船沉没一事 卢成庆给那位运粮官 平了一个中下级 那位运粮官没有流露出 半点不高兴的神情 后来卢成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又给这个运粮官员 级别改成了中中级 运粮官也没有流露出 半点不高兴的神情 无论自己凭的是什么级别 运粮官都是高高兴兴的 坦然接受 而且还是认认真真的 把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完 卢成庆赞扬他说 从鲁不惊实在难得 又将他的级别改成了中上级 这位运粮官给我们上了一个 生动的一课 就是优秀的心理课 那就是学博作人 从鲁不惊 今天我们得到了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失去了 也是这样 因为人间苦空无常 一切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的一生啊 各有各的追求 有的人一生只追求名誉 有的人追求金钱 有的人追求权力 有的人追求自己家庭 然而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 学博人必须要明白 人的生命只有在名利和从鲁不惊 为救度众生所做出贡献的时候 才能显示出你人生真正的价值 这就是佛性的力量 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 在于为社会 为他人活着 于才不是自私的人 一个人尽心尽力的 去为社会服务 去帮助别人 那么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得到了实现 所以生命只是一个历程 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 有人拼命的享受 阿拉伯的王子只有33岁 他离开了人间 他拥有的用不完的钱 享受不完的美女 拥有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但是他恰恰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 那就是生命 我们所有的学博人 我们没有他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们恰恰拥有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就是福 这就是缘 很多人如果拒绝付出自己的爱心 这样的人 与其说他活着 倒不如说他生命已经枯萎了 所以自私的人 那是没有人欢迎的 只想着自己的人 那是一个小人 每天懂得为别人想 为众生付出的人 那才是圣人 想一想 你们这几天在马来西亚 这么多的义工 为着你们的吃 还是为着你们在服务 你们是不是感觉到 他们像菩萨在学菩萨吗 人的心态 台长告诉你们 要学买 要学卖冰淨的人 为什么 要从冬天开始学会卖冰淨 因为冬天顾客少 你要降低成本来卖 你需要改善服务低头做人 你的心态要变得能够适应这个社会 所以你如果在冬天能生存的人 你就不会害怕夏天的竞争 人生就是要吃苦才知道享受美好的生活 我们人在顺境当中是不能长大的 想一想每个学博的人不就是因为自己吃苦了吗 家庭发生了变化 人心发生了变化 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之后 才想到求菩萨来保佑自己 所以我们身心要健康 要在没有吃苦之前 就要想到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念经 就是在逆境当中 我们也要吃尽人间万般苦 因为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问你们 人的上面是什么 不就是天吗 天的上面是什么 不就是菩萨和佛吗 台长告诉你们 人有缘分的 很多人一辈子受苦 他也没有得到这个悟性 而有些人突然之间悟出这个道理了 他就是开悟了 他就是解脱了 有一个国王 他很喜欢打猎 他的宰箱呢 跟他呢 去微服私访 去微服就穿着普通的衣服 宰箱呢 最最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呢 他就是说 一切这都是最好的安排 实际上他指的事都是缘分菩萨的安排 有一天 国王到森林里要去打猎 一箭射倒了一只花豹 国王下马检释花豹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花豹没有死 他使出最后的力气 扑向国王 把国王的手指的小指咬掉一截 国王叫宰相来饮酒解闷 谁知道这个宰相却微笑着说 大王啊 大王啊 看开一点吧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听了非常的愤怒 宰相 如果我把你关进监狱 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吗 宰相微笑着说 如果是这样 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大怒 来人啊 把他跟我押入监狱 一个月之后 国王养好了伤 独自出游 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 突然从山上冲下来 一对土著人 把他五花大绑的压回了部落 山上的原始部落 有一个习惯 在每到月圆时分 就会下山去寻找祭奠满月女神的牺牲品 就是供养品 他们土著人 一看这个国王穿得很漂亮 就准备将国王烧死 然后祭奠给满月女神 正当国王绝望的时候 有一个祭司突然大惊 他发现国王的小手指少掉一截 是个不完美的祭品 收到这样的祭品 满月女神会发怒 于是土著人就将国王放了 国王大喜若狂 国王大喜若狂 回宫后叫人释放宰相 白酒宴前 国王向宰相敬酒说 嗯 看来你说的一点不错 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不是被花爆咬一口 我今天连命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国王突然想到了什么 就问宰相 宰相 可是你无缘无故的 在监狱里登了一个多月 那你又怎么说呢 宰相 慢条丝里的喝下一口酒说 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 那么陪伴您私地出榜的 一定是我 当土著人发现国王你 不适合做祭奠的时候 那不起轮到我了吗 国王哈哈大笑地说 嗯 果然没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就叫缘分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遇到不如一的事情 这一切不要去埋怨 不要去说 因为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不要懊恼 不要沮丧 也不要只看在一时 我们有一个佛友 腰背车撞伤了 结果他一直的念经 他没有埋怨 结果到医院里 全身检查的时候 查出来 他的肾脏有癌细胞癌症 结果一起做手术的时候 把他这个病也割除了 也是因祸得福 所以人间的一切 不要用你的眼光看 想一想 这一切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最好的安排 把眼光要放得远一点 我们学博人 不要学会悲哀和埋怨 我们更不要怨天尤人 这个世界上有因就有果 我们今天所长寿的一切果报 一定是我们过去生 或者今生造下的因 所以永远要相信菩萨安排 我们要相信因果 懂因果 相信因果 能够改变因果的人 那就叫解脱之人 学佛人应该明白 今天的幸福 那转眼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痛苦 我们今天的痛苦 可能就让我们以后不会再受苦了 所以痛苦和幸福都是一种缘分 好好地去对待它 那你就掌握了善缘 当人有一天醒来 我们可能已不知自己生在何方 我经常和很多不相信佛法的人说 想一想 你今天的苦难 在五十年之后 你在哪里 你们想一想 五十年之后 我们要往哪里去 还会有今天的烦恼和苦难吗 生命短暂 学佛人要观生不尽 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很肮脏 灵魂不干净 要看透它 要观心无常 了悟真谛 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变 而是我们心在转变 所以心可以让世界上一切都会转变 好好地修心 好好地把握住你的良心和你的本性 你一定会把心修好 改变你的人生 台长在节目当中 有一天 就是最近吧 这个听众反馈 他要台长给他看图腾 台长说他妇科有三个肌瘤 因为有三个灵性 童修念经烧小房子之后 他梦见观世音菩萨告诉他 没有关系 后来在单位检查当中 果然医生查出他三个肌瘤 说两个已经完全消失 还剩下一个非常地小一点点 另外他的肝囊肿也缩小了 过敏性鼻炎也彻底痊愈了 下面请大家听一听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一直来加持我的 师父一直来加持我有开心哦 我念经六年也开心 后来我去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单位体检嘛 我去查了一个妇科 皮疗下来 本来师父跟我看三个肌瘤 说有三个灵性 后来医生说 基本上消失了 只有一个是零点八了 又太厉害了 后来我一直在念经嘛 观世音菩萨说没关系的 后来我就是去查了一下 真的是医生说 真的说两个已经消失了 再一个一点点 现在知道了吗 还有那个囊肿哦 师父也给我看个一个肝囊肿嘛 以前是二十九 现在只有二十二了嘛 二十二也缩小了 肯定的 肾囊肿也缩小了 还有一个那个以前是 我有那个过敏性毕业嘛 医生说 我说我提醒他医生你看看仔细 我有过敏性毕业 他说你没有 你好了 你没有 他说没有 没有 你看看 哎呦都念经念好的 哎呀我现在念经真的 哎呦怎么这么发小 然后我就一直在度人 蛮好的 好好努力了 人生遇到挫折失败 不要气馁 有时候我们的挫折和失败 是我们自己设下的陷阱 当自己执着的不回头 我们一头栽进去 而且一厢情愿的 我们去品尝的悲伤和苦难的滋味 并慢慢的让自己的心 转化为自身消极的能量 这样你就叫自缠你的心啊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别人骂你一句 你回到家里要气好几天 别人说你的 你回到家会自己重复 我自私吗 他说我自私 他骂你一句 你回到家要骂自己 十句要让自己难受 所以我们不要自缠自己的心 我们做人不要天天学会报复 这样会加深了我们内心的痛苦 学会念大忏悔文 心里要尝愧就啊 我对不起过去的老师 对不起过去的同学 对不起曾经跟我一起有感情的孩子 过去和我一起谈过恋爱的男男女女 常忏悔才能将自身的 抬不起头来的那些不好的心 慢慢的去除 身心不能受到自己劣根性的 创伤的所绑所束缚 所以我们心要走向坦荡 我们要唾弃人间那些腐败的灵魂诱惑 想一想 今天得到的你可能很快就会失去 为什么要用我们人间唯一的本钱 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去得到它 然后又很快的失去它呢 所以要懂因果 你才能克服各种各样果报的来临啊 别人对你有很多的误解 要想到是自己造成的 做人不行啊 思维不清 逻辑混乱 就会造成对自己的伤害 台长 说一个小笑话 让大家开心开心 挺好了啊 很好玩的 说有两个人呢 到一个银行里啊 去汇款 他们开着车去的 车呢 在银行对面根本没有停车位 他们呢 就临时呢 想节约时间呢 看看银行要关门了 就停在马路边上 停在马路边上呢 叫他呢 一个人呢 留守在车上 等着 他呢 进去汇款 为了怕交警啊 交通警察来罚款 他就让他那个朋友跟他说 如果有查车罚牌的警察 你赶快来告诉我一声 这个人进了银行 几分钟之后 在车上等的那个朋友 果然看见交通警察来了 那个朋友急急忙忙的 冲进银行 大声的嚎道 大哥 警察来了 快走啊 结果 结果银行大厅 几十个人 轻刻间 去尽无声 然后 人们像潮水一样 通通的涌出银行 接着 这个人就被五六个保安 安倒在地板上了 鼓掌啊 我讲了半天 你们不鼓掌 冤枉啊 夫妻相处 有时候也是一个巧合和配合 夫妻当中 你要领会对方的意思 你的心和你的意思 你就不会犯错 台长讲给你们听一个真的事情 所以做人台长讲一个故事 一定会有道理给你们听的 有一个太太对先生很好 先生总觉得她对自己不好 经常吵架 先生的胃很不好 那一天放在桌子上的汤凉了 这个时候呢 先生还在看材料 没有去喝 他太太呢 怕汤凉了 胃不好 就到了卫生间 把这个汤呢 又热了一下 先生呢 站起来又不知道 以为这么长时间 这个汤一定凉了 拿起来一喝汤 烫得满嘴都是 开口就骂 你要烫死我呀 昨天吵架的事情 你还没忘记呀 想一想做人不容易呀 很多的误解就是伤害你的心灵的开始 把别人天天往好的地方想 不要往坏的地方想 这就叫正能量 树上的资料 每天在唱 资料 资料 资料料 资料料 树公公叫他 跟资料讲 你要躲起来呀 你知道风太大 你这个会掉下来 摔死的 这个资料 冲着树公公说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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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被风一吹 这个资料从树上摔下来 摔死了 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 对什么事情都说 我明白了 我知道了 我可以了 然后事情办砸了 先唱 资料 资料 然后再唱 资料 资料 我们人 往事不堪回首 我们以为 我们什么都知道 想一想 你们走过的一生 你们做错了多少事情 你们当时觉得 你们都知了 你们现在 都 迟了 记住了 不想学 不想听 一定会迟了 美国通融公司 大富豪 亨利福特 他说过一句话 任何停止学习的人 他已经过早的 进入了老年时代 无论他是二十岁 还是八十岁 能够坚持学习的人 他将永保青春 因为佛法界说 我们很多的人 无名习气 照亮着我们 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我们才做错 那么多的事情 因为我们过去 以为自己都懂 所以我们才会做错 那么多的事情 无知 使我们变得心胸狭隘 目光前短 使我们安于现状 固步自崩啊 使我们觉得 骄傲自满 以为自己 什么都能干 想一想 有多少出事的人 不就是以为 自己都明白 不会出事吗 卸带松懈 使我们上市了 最为可贵和宝贵的 精神和人性的创造力 台长又要给大家 说一个小笑话 难道你们是为了 听笑话来了吗 有一对夫妻 经常吵架的时候 相互讽刺对方 有一天吵完架 两个人都是 非常的愤怒 孩子很小 他又不懂 跑上去 妈妈妈妈 你不喜欢爸爸 为什么你要嫁给爸爸呀 这个妈妈气不打意出来 冲着孩子 指伤骂怀的说 啊 妈妈因为当年眼睛瞎了 才嫁给你爸爸的 那个孩子一听又不懂 爸爸爸爸 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啊 你们老吵架 爸爸说 哎 我们家的钱啊 全部都是因为 你妈妈嫁给我的时候 我给你妈妈 一眼镜了 没笑啊 所以 消极思维的人 对事物 永远都会找到 消极的解释 所以 经常解释的人 实际上 心很虚啊 所以台长 叫你们学博的人 不要心虚 不要去做太多的解释 越解释 越搞不清楚 因为人间是混沌世界 所以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只是因果呀 所以学博人 学博人要从思维上 找到积极的意义 储存正能量 台长说 如果就是刚才那个笑话 你妈妈就应该告诉孩子 孩子啊 爸爸没修好 应该爸爸讲 爸爸跟孩子说 爸爸没修好 所以吵架 你以后不要学爸爸妈妈的样子 爸爸妈妈正在改变 爸爸应该说 全是身外之物 孩子以后我们还能再赚 但是我们要向爸爸妈妈好的地方 不要学爸爸妈妈不好的地方 你以后一定会生活的比爸爸妈妈还要好 这就叫言传身教 很多人经常跟台长讲 台长 为什么我度人不成功啊 台长告诉你们 因为他没修好啊 你如果想度你的先生 你把自己 变得完全像菩萨 他一定会跟着菩萨修的 把自己当菩萨 所以人总是在找毛病 找社会上的毛病 找一切理由 来堂塞自己的精进和努力 问他为什么不念经啊 哎呀 因为我这两天有灵性 更要念经啊 为什么你起得这么晚呢 因为我早上骨头酸痛爬不起来 有一个小朋友叫小王 他这个人呢 有一些灵感 非常爱写作 他总是埋怨啊 写作的时候 没有好的环境 没有合适的时间 别人在单位里说笑话 他怕别人吵他 别人呢 又怕别人笑他 书呆子 所以呢 他在家里呢 租来的房间里又嫌 房间呢 太小又阴暗 他让人非常的压抑 他说要是能有一个 清洁和清静的环境 我一定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结果天如人愿 他不久搬了家 环境一切都满意 但始终没有如愿 他说因为太安静了 我没有灵感了 学佛人 我们要懂得 不要埋怨 外城的环境 我们今天学佛 哪个没有苦难 哪个没有困难 克服困难 才来学佛的 所以你事实上 不要被外境所变化 在这个世界当中 人人都在贪 我就不贪 人人都在恨别人 我不恨别人 人人都在做自己傻事 我不愚痴 这就是智慧 克服自己的心态 好好地努力 不烦恼 没有烦恼 那才会拥有菩提智慧 才能了去人间的忧伤 台长 告诉大家 我们懂得 犹如现在修心的人 要时时刻刻地 懂得拿着自己的驾驶执照一样 开车的人不能没有驾驶执照 驾驶执照 在你开车的时候 你要带一带 经常看一看 因为你有驾驶执照 你才能开车 因为学博的人 要经常守戒律 你才能修心啊 所以一个人不能守戒律 他一定修不好心 今天我们连吃素的人都做不到 其实他就跟恶园 跟动物接上了 很多人跟人每天在接恶园 我们难道还要跟动物接恶园吗 记住了 长久的接恶园 慢慢的你损失了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那就是灰命啊 所以常吃素的人会拥有智慧 常吃荤的人慢慢的会断灭你慈悲的种子 慧命会慢慢的消失 常吃素那才是健康啊 希望大家拥有慧命 拥有慈悲 那才会得到佛的加持 和佛的给我们的感应啊 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学佛 不管别人怎么懈怠 别人放弃 我们自己要努力 看不到光明 你就会见不到希望 继续努力 相信光明与希望 这称之为精进 所以精进是所有成功的科学家 发明家 他们原因之一 因为精进的人永远伴随着希望 因为我们学博人 精进的人 我们永远看得到佛光 看得到菩萨 所以要坚持好好学博念经 相信观世音菩萨 慈悲我们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离不开菩萨 离不开自己的善心和慈悲心 好好地学佛 努力地念经 你一定会成为人间的菩萨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人 谢谢菩萨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俊宏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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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